嗨大家好,我是大沛 嗨大家好,我是Terry 那今天的影片呢,是要跟你們分享我們 結婚到現在兩年多,對我們結婚了 不要再說男朋友怎麼樣 就是我們結婚到現在兩年半 快兩年半 就是我們在這短暫的婚姻中 聽起來好像離婚 在這短暫的婚姻中 就是學到了什麼 就是在相處上面 因為其實你在交往的過程中就會學到很多事情 可是我覺得結婚中 結婚了以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們兩個人真的住在一起 然後要學習怎麼樣去包容對方 生活上跟你不一樣的地方 不是缺點喔,是不一樣的地方 我不只是講我自己啦,講他的話就是 像我一般來說家事都是我做 我覺得就是像他現在也會幫我分擔一些家事 光是有分擔一些我就已經覺得很棒 幹嘛在網路上面塑造我懶惰的形象 沒有沒有沒有,你沒有懶惰 因為你都把你精力拿去做別的事情 像是認真的工作 拍影片、見影片 對於我的話呢 就是要學習怎麼樣 我覺得這是最困難的事情 學習怎麼樣在晚上 要幫人家煮宵夜 然後自己不能吃 好難受喔 我以為你要講什麼大道理 只是有一些事情我可能沒有想到說 我一直做下去我自己會 有點承受不住 像家事 我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做到最後覺得發現自己有一點 承受不了 我覺得那個壓力很大 然後他有看出來 然後他就幫我分擔 我覺得底下留言會被罵死 不會啦 他說家事為什麼是幫忙分擔 本來就是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我就會被罵死 沒有啊我們之前事情分得很開啊 他做他該做的事情 我做我該做的事啊 那家事本來就是我該做的事啊 你看 當你老婆在那邊辛辛苦苦的錄影片 化妝卸妝 還要叫他來洗碗嗎 這樣對嗎 可是我要講的事情是很正經的事情 那你說吧 不是什麼煮宵夜能不能吃宵夜的問題 那也沒有辦法 我這個缺點就多一點 就像我就喜歡打game 紓壓 我跟你講這個道理呢 女生都會拿來講男生 可是女生也會有這種問題 就是拿自己的價值觀去評論對方做的事情 因為很多 你們想是不是有很多女生會說 男朋友嫌我化妝品太多 對男朋友來說 可能兩隻唇膏就打天下來 你為什麼要20隻 為什麼要200隻 就是他用他的價值觀來評論我們做的事情 甚至我以前有交過一個男朋友 就是我買兩盤不同顏色的眼影 然後他就覺得你幹嘛要買 大地色大地色大地色 他說你幹嘛還要再買一盤大地色的眼影 你已經有這麼多大地色的眼影 可是對我來說那是不一樣的 重點是花我的錢啊 嗯 就是說你在用自己的價值觀去評論別人的生活方式 好那通常這個都是套在男生身上 對 可是我剛跟Terry住在一起的時候 我對他很有意見 因為他真的太愛打電動了 哈哈哈哈 就是就算第二天要上班 他也可以打到凌晨三四點 對 都沒有問題 他真的太愛打電動 然後 現在工作比較的彈性之後啊 他會把他該做的工作給做完 但是呢 他必須要打電動 要打非常非常長的時間 然後呢 我一開始就覺得說 嘖 電動打這麼長的時間 感覺就是一個糟糕的 不求上進 墮落的行為 就覺得很廢 然後就是不時就會覺得說 妞妞 你媽媽 你媽媽在說還以為 你媽媽很廢啊 然後不時不時就會覺得說 就是會媽媽的思想就會跑出來 媽媽常常會念說 你要是拿你打電動的經歷 拿去做什麼什麼什麼的話 你就會很厲害了 這種巨型 才會套回 媽媽常常會講這種話 然後呢 就變成他生活上面 或是工作上面 任何事情出錯 加上他又是一個很初心的人 就他常常會出錯 然後我心裡就會想說 你要是拿你打電動的時間 再多點才便 就不會出錯了 就是會有這種想法 可是後來我就慢慢放開了 因為呢 我發現 人家會說你沒有打電動會死嗎 對 他沒有打電動他真的會死 他沒有打電動他會死 他必須要打電動 這是他的生活必須 對啊 雖然我沒有辦法體會 我也沒有辦法理解 但我可以把這件事情 輸入在我的記憶 那個資料庫裡面 就是建黨說 泰瑞沒打電動會死 那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建黨建完之後呢 我就可以接受這件事情 那要怎麼接受呢 我就把它套入我的 就是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譬如說 哪個女生會一天到晚買那麼多化妝品 這是一個幾乎是不正常的行為 對不對 可是他也常常沒有嫌我 說你為什麼要買那麼多化妝品 就是我們以前沒有在 我都有嫌櫃子不夠多 就是最早 以前沒有在經營頻道的時候 我也是有很多化妝品 可是他也不會用他的 價值觀來評論說 你為什麼要買那麼多眼影盤 之類的 所以呢 我就把它就是 轉成說 他要打電動 就跟我要買十支口紅 是差不多的意思 我不買十支口紅會死 就差不多他不打電動會死 這樣我就有比較過得去 對 而且打電動真的是我主要抒發 發洩心理壓力的地方 有時候你會想說 萬一我一不小心鋪接 撞到頭昏迷在地 他可能要兩個小時打完那一場之後 才會發現 但是基於他不打電動會死 所以我就已經調適過來了 其實實際上 對啦 然後我就會這樣 老婆你怎麼了 老婆 他會這樣打 然後我說 阿醫生在哪裡鋪接 他會這樣 老婆你還好嗎 老婆你怎麼了 老婆你還好嗎 就是下巴會過來 可是就不能動 然後我剛開始會覺得 而且我是眼神還是在電腦上 可是我的臉是這樣 老婆你怎麼了 我剛開始常常都會覺得 在我最需要你的時候 已經鋪接在地的時候 居然要跟電動難分難受 我真的難以理解 但自從我見入了 我太會不打電動會死 這個命題定義之後 我就比較能夠接受 然後我現在要套入另外一個 因為很少有人 除非你的工作是新聞業 你是一個記者 或是你是之類 不管 反正你是新聞業 從業人員 不然很少有人可以像我 看新聞看這麼久 我真的非常愛看新聞 那個新聞已經開始重播一樣的片段 他都還在看 我還繼續看 我連政論性節目我都會不停的重複看 我就是很愛看新聞 沒有為什麼 那Terry也不會說 你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看新聞 如果你拿看新聞的時間 去錄彩莊影片的話 你早就有兩倍的影片量了 他也不會這樣子想 所以就是用這種套入的方式 沒錯 這點就是讓我 讓我心底過得去很多 也讓你舒坦一點 對 不過他之前打破東西的時候 我就真的有衝出來 打電動的時候嗎 對 那有積分嗎 我現在不打積分 那就是那個沒有積分嘛 就算有積分 我會衝出來的 我覺得結婚兩個人 住在一起的時候 真的要能夠抓到對方 很不開心的點 可是他默默忍耐的點 然後這點是需要觀察的 如果你沒有觀察出來的話 之後一定會大吵架 絕對 這台 那我們的生活 就跟一般正常夫妻一樣 也都會吵架 對 只是我們吵架頻率比較低 我們結婚以後好像就一次吧 可是我覺得 那是因為我們兩個人都是很 你知道有的人談戀愛的時候 就要轟轟烈烈 為了你要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就是那種性格 我們不是那種性格 我們是相反的性格 對 所以我們不太情緒化 也不太追求一定要 做什麼事情來表達我 就是有多麼的 喔投入還是什麼 所以因為 我覺得這樣會有比較 他就不容易 意氣又不是吵架 他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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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抱夠了 對 他被抱夠了 然後 66C是很有個性的嗎 他會過來找你討報 然後 你抱一抱他不爽 會咬你一口 然後就走了 基本上我覺得 我好像有比較多的地方 需要人家包容 喔這點也是 我覺得 我覺得要有一個默契 就是兩個人 又不是聖人 總是會有無理取鬧的時候 對啊 可是不可以兩個人同時無理取鬧 就一個人無理取鬧的時候 另外一個人要有一點眼力 稍微閃 稍微閃避一下 或暗難一下 對 然後無理取鬧那個人 這個風頭過了之後 他自己冷靜下來之後 他也要能夠意識到說 他剛剛在無理取鬧 阿我想到 就是那個包容 你終於要講正經的事 包容這件事情上 除了消夜之外 對 除了消夜之外 欸 大佩有時候講話會 直接到很討人厭 因為我聽不懂人話 對 然後 他那個語氣 跟話一講出來的那個瞬間 你真的覺得他 就是你會覺得他這個 這個人他現在正在不爽 然後他正在不爽的情況下 他就把他的情緒發洩到你身上 但其實我沒有在不爽 但他其實沒有在不爽 我就是一個正常說話 對 他覺得他在正常說話 可是那個語氣真的很討人厭 欸那你舉個例子 就是 打遊戲 然後可能 講話聲音有大一些 對 然後他就會 就會說什麼 你真的很吵欸 你怎麼也不要吵啊 之類的 沒有我 沒有你剛剛講的沒有一次中 我每一次都是說 你可以小聲一點嗎 沒有 你真的有這樣講過 說你很吵 對 真的嗎 有 那我是不是在剪影片 之類的 我一定是在剪影片 然後我無法聽到自己的聲音 只聽到你打電動的聲音 你不會覺得說這是第一次跟你講的口氣 你知道嗎 就你第一次講的時候 可能會是說 欸你可以小聲一點嗎 然後用比較溫和一點 和緩一點的語氣 不是 欸你真的很吵欸 就覺得說 這只是一個很小的舉例 而且這是他在工作時候的舉例 我在工作的時候講話都很直接 而且我在工作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忍受任何一個人 就是阻礙到我 我就會 可是我沒有在生氣 可是我沒有在生氣 對 這只是一個小舉例 因為我現在一瞬間 想不起其他的事情 可是他有時候就是會 講出這種話 然後我就會 你厲害 我不跟了 那我也有 我也有一個 就是呢 我可以意識到 他有時候生氣 是在對自己生氣 趕不趕我的事 就我以前 我以前 可能是很 覺得自己很重要 很自我中心嗎 旁邊那個人生氣一定都是因為我 覺得一定都是因為我做了什麼 所以他很生氣 可是在短短兩年半的婚姻裡面 我有發現 哈哈哈哈 有時候隔壁那個人生氣啊 跟我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當他生氣跟我沒有關係的時候呢 我就會非常 舒 舒坦的 當作沒有我的事情 然後盡量不要去招惹他 就這樣 所以我現在學會了 第一時間判斷 跟我有關係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繼續過我的生活 對 有時候我打電打得有點悶 然後他就會走過來說 你再不開心啊 然後如果我說 沒有 他就知道我只是因為打gain 心情不好 不是因為他怎麼樣 他有時候會生自己的氣 對 就會覺得說 我自己 打得真的不是很好這樣子 可是一開始我就會很憂鬱 一開始就會覺得旁邊那個 一天到晚心情都不好 是因為 是不是因為我 是不是因為我怎麼樣 所以他很生氣 是不是因為我說了什麼 所以他很生氣 或是我做了什麼他很生氣 結論就是他只是自己生起氣 跟我其實沒有關係 對 你們可以分享就是 就是你們跟另外一半相處 有哪一些事情是你學習到了 然後你改變了之後呢 你們關係就變好 你們可以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想我會去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 我還沒有學習到的東西 或者是其他人可以去看一下 互通友誤一下 恩 這足以不說 恩 好啦 祝福大家的婚姻都可以盡量長久一點 對 掰掰 掰掰